建筑设计是一个让人非常愉快的事情 我们常说建筑是工程与艺术的结合 它超越历史 每天都有不同的故事在建筑的舞台上发生 我们可以看到 曾经威严的紫禁城 到如今的人游穿梭 石窟门封闭的庭院 到现在的人间繁华 一家人在造王爷面前深深地膜拜 到如今在现代厨房的其乐融融 建筑在历史变迁之下 它总能超越时间和空间 成为人间的故事地 我作为一个职业建筑师 感到特别的幸运 这让我能够参与到国家 城市 乡村 等等各种各样的建设之中 让我能够见证人生当中的一个个故事 我们这些改造 它能够影响人们的行为 建筑就是这么有魔力 今天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些 在不通时空当中 空间当中 与使用者的故事 这些故事有些宏大 有些呢 则是普通的 但我都觉得它们意义非凡 大 日书东方凯宾四季有点 这是APEC峰会的主柜厂 这也是我作为一个年轻设计师 在29岁中标的一个项目 它位于一个北京燕西湖 非常优美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 三面还山 一面还水 我们运用了中国传统文化当中 道法自然 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和理念 使我们这样一个 以日书东方的造型为主的一个设计 能够很好地融入到整个环境当中 作为峰会酒店 它同时也代表着大国的一种崛起 它的面积其实是非常大的 它有八万平方米 相当于12个标准足球场 有一千多位设计师和一百多个团队 历史五年共同完成 那么它也作为一些 我们目前的老百姓拍照的场所 或者是孩子们的一个画作 对大多数人 它其实是一个远远的打卡地标 小 这是在我们目前正在实施的一个项目 位于我们上海交通大学的 一个小小的汽车公交站 它只有50平方米 其实非常小的 但是我们觉得它意义非凡 因为它其实在创作我们的过程当中 是在疫情期间 那么所以我们整个校园 其实是非常封闭的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小小的设计 能够让人们团结在一起 再给同学们一种精神上的鼓励 那整个建筑其实是由钢木结构去做的 顶上是一个膜结构 我们其实希望创造一个共享空间 能够让同学们在一起 进行非常好的一个互动 那么同时我们的这个膜的这个屋顶 其实也是可以向全校的师生进行开放的 学生和老师 甚至我们家长小朋友们 都可以在这个膜上进行创作 我们的使用者也变成了我们的设计师 一起参与到其中 从而让大家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那么所以建筑其实 宏大如这样的一个 代表我们国家崛起的一个大型的项目 还是小到一个小小的公交亭 去链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那么建筑其实无论它用大小 都能用独特的方式影响人们日常的生活 这点对我来说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建筑的内与外 内 这其实是一个我们都市年轻人 经常面临的一个问题 那它的业主呢 是一对90后的夫妻 他们在北京二环的中间呢 有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房子 只有20平米 上下左右其实没有任何的一个扩展空间 那我们知道它的高度有限 那对于这样的90后来说 它追求的其实是一个 高度自由化的一个生活 那么这个小小的空间 和它追求的这个场景 其实发生了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矛盾 那在这个时候 我们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其实我们是 以这个机械停车这样的一个原理 作为我们的一个灵感的来源 我们通过上下两个可以移动的楼板 同时呢 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手机的控制 结合20个翻折家具 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六大空间模式 那么它们可以在不同的空间当中进行切换 它们也可以进行居住 起居等等 各种模式上通过手机控制 来完成它们的一个空间的一个转换 那在这种转换之后呢 也为我们的使用者 提供了一个非常多元的一种舞台 Y 这是一个Y象形的建筑 就像刚才宣传片里看到的 这是我跟吴彦祖一起在浙江卫视漂亮房子里 为草原的孩子们做的一个图书馆 它在几百亩的草原上 其实就只有我们这样一个房子 那这是一个关于草原 牧民 动物和藤格里的世界 景色是非常非常优美的 那么整个建筑 我们的这个设计的来源 这样在草原上 那我们天生地想到 那一定是千年以来牧民采用的蒙古包的 这样的一个模式 所以我们的整个的设计来源于 蒙古包这样的一个造型 那么同时呢 我们也希望它有更多的一个民族交融的一个特点 所以我们又想到了 我们中国传统汉文化的如意文 所以我们把两者进行结合 我们创造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建筑土地 酸环蒙古包这样的一个造型 那在内部空间上呢 我们是完全打开和完全开放的 我们希望这样的一个空间 能为草原牧民的孩子们 提供一个可以读书和一个阅读的 这样的一个空间 他们在里面可以读书可以休息 可以做活动可以做游戏 那这样的空间其实对于牧民的孩子来说 是难能可贵的 那我们在外呢 其实还做了很多向外伸展的这样的一个窗口 那这些窗口呢也提供了它的一个观景的一个景观 同时这些次要的空间也提供了很多休息 娱乐甚至是就餐的一个场所 那我们整个建筑其实通过一个微微起伏的地形 把整个建筑和草原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那在这个草坡的下面 我们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 我们也为草原的孩子们提供了这样一个观星格 那么孩子们可以在这个观星格上看星星 看一个晚上 那么对环境的回应其实是建筑师的基本功 那无论刚才讲到的 我们这样的一个对外的一个草原的一个牧民的一个图书馆 还是对内的摆变空间的我们的机械车户之家 所以它都是别有洞天的 为使用者提供超乎想象的空间体验 在这种体验的同时 也许能改变他们的人生轨迹 旧 那么这是一个我们在夏木堂 为当地的留守儿童建造的一个公益的图书馆 那这个项目其实我们的任务非常简单 我们只有十万块钱的公益费 那我们需要用二十天的时间 为这些留守儿童创造一个儿童的公益书院 那整个建筑我们必须要考虑当地的一个在地性 那所以我们用当地最常用的一个族裁 使它作为一个新建的建筑 和传统的这样的一个旧的一个祠堂 能够结合在一起 用低成本的方法去解决留守儿童的读书的问题 那么因为当地的技术其实非常匮乏的 所以我每天早上七点钟 我们要去广场去召集农民 跟我们一起来进行工作 我们从考完族子一步一步 到最后模块化的一起搭建 那么最后呢 我们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 把新的族子建造出来之后 融入到我们的古老的环境之中 那最后的我们可以为孩子们提供一个读书 可以看书的这样的一个场地 新 那这个是其实是我们为上海的一对 就是海外回国 做3D打印企业的一个企业家 做的这样的一个项目 它在上海因为是回国 然后之后呢 它缺少这样一个办公和一个住宿的一个场地 那么所以政府其实给它提供了一个 非常破旧的一个集装箱 我们可以看到 它里面的空间其实是非常破旧的 对于它的创业来说 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一个任务 所以我们其实采用了一个 以时间换空间的方式 利用集装箱易于变形的这样的一个特点 通过一个预置化的一个方式 用搭积木的方法 来建造出这样的一个多元性的一个可变空间 那在这样的一个相同的一个空间尺度上 随着时间的不同变换 通过家庭 办公和娱乐三种方式的不同切换 让使用者可以24小时的 在这个72平米的房子里 进行一个工作和生活 还有一个创业的过程 所以无论是我们新作的一个族结构的 这样的一个祠堂书院 还是我们用旧集装箱建立的 这样的一个新物种 建筑不断地竭尽所能地利用地球上 可以利用的一切材料 为人的日常生活提供舞台 冷 这是一个冰冷的一个护工手臂 那这是我们为上海工人新村 一对90多岁的老夫妻 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护工手臂 那我们通过我们的设计第一步呢 首先是把它凌乱的这个房间 焕然一新 那么同时呢 我们设计了一个智能化的 一个可以由声音控制的机械手臂 那它不同于传统的这种机械手臂 它是点状分布的 而是一个覆盖整个起居空间的一个机器 它时刻准备着和老人进行互动 那它可以作为我们移动的拐杖 帮助我们老人进行一个助老的一个行走 同时呢 也可以运送我们的物品 而且呢 甚至可以跟随我们人类 进行一个其他功能的使用 甚至是帮我们主人拎包 那么所以 这样一个冰冷的科技通过设计 其实可以变成温暖的人性关怀 热 在这个时候 其实很多人都会养宠物 那么宠物的这个问题 有时候会变成了 人类空间和宠物空间 进行一个争夺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矛盾 那这样的一个案例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在48平米 母子二人有40只猫 有两条狗 那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空间当中 那它所产生的问题 就不仅仅是人和宠物的问题 还有人与人之间的一个问题 那猫咪只能被关在笼子里 它们没有了自由的生活 因为它们非常多 你不可能去散养 一两只猫你可以 但是40只猫 你是没有办法散养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 人和宠物之间空间的争夺 就变得非常的厉害 进而导致了母子之间的裂痕 那么我们怎么办呢 第一步呢 我们是通过空间的一个分隔 来渗透和缓解 它们之间的矛盾 那么另外呢 我们想到了 我们是一定要帮猫咪做一点事情 所以我们建造了 一个这样的猫咪的马赛公寓 那它的来源 其实是来源于法国的马赛公寓 给我们进行的 启发的一个灵感 那么在这个猫咪的马赛公寓当中 我们做了一个 相当于一个独栋别墅 那猫咪可以在里面 进行一个自由的活动 它有独立的居住空间 也有可以上厕所 可以吃饭 可以活动的空间 那猫咪可以在里面 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一个活动 那比它原来所处在的 那个环境当中要好了很多 那么同时 我们这个材质 采用了一个半透明的材质 这样的话 可以让人和宠物之间 可以有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互动关系 人在客厅里 可以看到宠物 那么宠物反过来 也可以通过这个材质 来看到人类 人和宠物之间 也可以有各种各样的 一个独立的一个空间 它们相互陪伴 解决了空间所带领的家庭矛盾 所以 无论是猫咪的爬架 拉近了人人之间的感情 还是冰领了机械臂 去陪伴我们的老人 建筑用冷热不同的方式 为人的日常性 创造了无限的可能 多年的从业经验 使我十分确定 建筑就是如此的与众不同 它虽然沉默 却能创造奇迹 它千变万化 却总能找到最合适的表情 无论是我们宏伟的日出东方 酒店 还是我们在草原上 为孩子们 创造的蒙古包的 这样的一个图书馆 无论是冰冷的机械臂 还是我们猫咪的这个爬架 设计让生活更美好 这也是使我认为 建筑师这样的一个职业 可以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的原因 谢谢大家